- 诶,我问你哦 - 嗯 - 你来台湾之前会用筷子吗? - 当然会啊 - 是哦,我来台湾之前不会用诶 - 我到台湾以后才学会的 - 真的假的 - 那你一开始会不会觉得很困难 - 因为在这里大部分吃饭都用筷子 - 对啊,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很惊讶 - 怎么吃饭都用筷子都夹不起来 - 因为我们平常在印尼都会用汤匙和叉子 - 嗯 - 然后有些食物是可以直接用手吃的 - 例如像八冬饭 - 真的,我觉得用手吃饭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- 我个人觉得会比较有 - 而且又比较好吃的感觉 - 是啊,不过我就是慢慢的学用筷子吃饭 - 然后现在我用筷子的激素变得很厉害了哦 - 哇 - 我什么都可以夹起来 - 一定要的 - 台湾人不管是什么 - 他们都能用筷子吃饭 - 而且有些人就是喝汤不会用汤匙喝 - 他们会直接把碗拿起来喝,有够方便 - 对耶,我有一次吃那个热炒 - 然后点汤了嘛 - 然后我就想说,怎么没有给我汤匙 - 我怎么喝汤啊 - 然后我就看我台湾朋友 - 他们是直接用碗喝汤的 - 对啊,他们的习惯本来就这样 - 所以来台湾之后一定要学会用筷子哦 - 对 - 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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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学会使用筷子 我已经使用筷子 我已经使用筷子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 不要忘了再继续一下 再见 再见